牵着孩子的小手 小心翼翼的伴随左右 住在新别的红磁印享受着于孩子的时光 这个温馨的画面可是他曾经每天盼望的梦想 对他来讲 这一切的天伦之乐都来之不易 红磁印在33岁时计划生育 但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子宫排卵功能不理想 所以选择使用四管阴人技术 他笑着分享因为施打排卵针 而导致一肚子瘀青的过往 所以在讲起自己那位无法出生的小天使时 忍不住红了眼眶 好不容易就是取入了一个手机来 可是刚开始有听到心跳 后来心态 根据内政部资料统计 台湾女性胜月第一 她的平均年龄大约为31岁 而在过去5年 这一项数据也是只剩不降 有妇产科医师表示 女性的排卵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衰退 直接影响怀孕的几率 到了35岁 库存量剩下10万 等卵子库存量到了10万这个阶段 她的受孕率就大幅的下滑 不孕并不罕见 无论性别年龄都有可能遇上同样问题 但王瑞森提醒尽早做肾育规划 可以有助后续的治疗 记者钟之鱼方嘉玲采访报道